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 这一条真实之路不止在台湾 也在世界各地 好比说马来西亚 在上一波的大水患过后 很多的灾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落脚之处 马来西亚的慈禧之工 就选定了重灾区吉兰丹 要在当地新建326间的检疫屋 让灾民能够安身安心 目前这些房子都在加紧赶工中 切割好要志工就会从这边 移移到不同不同的角落 给所有志工要组装的哪 来包装变成整片整片 组装的关键在于两款衔接铁片 每一支铁我们都会用 以这种梯形来组装结合 就是还有L形 马来西亚简音屋新建工程 慈禧志工在槟城工业区的 工地现场忙碌穿梭 全力赶工 众人一边裁切零件 一边分门别类对方 我们总共会分为八个颜色 另一层组装的他们居民 他们选颜色就可以配合下去 整个整套 然后我们一直在摸索 摸索了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整个SOP出来 所以很多自工都可以进来 不是跟着模具 形状 组装 只是用毛式皮纸皮 靠着人手一把电钻 三百二十六间要运往吉兰丹的 简衣屋雏形已经渐渐完成 大家用心付出 只希望受灾民众能早日有个安身之所 带来新闻林夏军 蓝警飞 马来西亚报道